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贴贴图 然后我们这次是要用素材的方式来 置换蛋的贴图 所以我们来先看看我们这次的贴图的素材长什么样子 这次的贴图素材 是一张方形的贴图 然后是带α的 带α其实蛮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切换表情我们还是希望他 没有脸的地方还是维持我们的原本的材质 所以我们使用带α的 贴图 好 我们现在就先来贴一张贴图来做试验 然后依照我们的贴图来修正我们的UV 好 看到shading 这里的贴图就先删除 我们留着我们的UV就好 好 Shift A Texture 这里我们要载入贴图的话 这里选Image Texture Open 我们去找我们的贴图 Image里面 Face 这里我是准备了很多贴图啦 我们就使用我们会需要用到的 好 把贴图贴上来 在没有贴图状况下 UV是自行侦测位置 所以我们这里来Vector 来指定贴图的位置 明显的我们这里贴图我们无法判断说我们UV要怎么贴 贴的样子我们要回到UV editing这里 看到我们这里贴UV的时候他会把我们的贴图载入 告诉我们说我们贴图现在贴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现在 这里我们就可以 决定我们这里正面我们正面的 的蛋的这一面是这里吗 另外一部分是这里 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贴图做Scale 用到 我们所要的位置 好 好 我们把我们的贴图缩放 这个UV是我们拿来贴表情的所以这里 不影响我们的质感材质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把 UV调整成 我们之后表情所要所需要在的位置 好 假设我的脸 之后 表情要在这里 好这里会发现说 UV他有反复 这里是跟我们ShadingTexture的部分有关 这里他的预设是Repeat 我们只要 产生 Extend 他就只有中最中间的这个部分 贴图 好像这样我们的蛋 就有表情了 就有一个基础的表情 我们这里再稍微做一些调整 G Z Y 再调高一点 好 就是我们蛋 表情 所以基本 UV符合使用素材 的时候使用UV的方式 好 我 嗯 谢谢大家